8月16分 赶快来关心一下最新的盘前解析 12号45分 起货开盘了 9点钟现货开盘 今天台北股市的气势如何呢 毕竟在周末 周末不只关心选举 周末还要关心美股 因为美股在周末表现不错 又是在往上走的这样一个盘式 但是呢 从美股联动到台北股市当中 台股在高位界已经维持了好久一段时间了 好多人说这礼拜 是不是色味会出现一些变化了呢 怎么从美股来关心今天台北股市 还有整体的盘式要怎么来掌握 节目上赶快先请到专家 请到什么头顾分析师温伟杰 伟杰哥早安 十分早安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早安 是伟杰哥赶快来关心一下 周末很多人说看选举了 但是其实美股不要忘了 美股在周末表现相当不错 美股又再往上涨了 美股股市现在说 维系在一个牛市这样的一个盘式 真的如此吗 我们先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整个美国股市目前来说的相关的重点 美股大家说 现在呈现在牛市的一个阶段了 但是有人说 它现在是暗藏了流动性的恶化危机 美国经济体哪有这么好 美国现在其实它自己在这个中美贸易战 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它的这个市场面来说 是不是其实还是有危机存在的呢 另外来关心是美国现在 你说升息 但美国联准会现在说升息无望 美元再度走软的话 接下来对整体的盘式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先交给伟杰 好 我们先问大家好 请问大家希望联准会升息还是降息 这个是个问题 升海降 对不对 那升息代表景气持续的扩张 然后代表美国股市的经济景气持续的复苏 对不对 可是降息 第一个是隐含的是 美国的基本面的经济数据持续的下滑 必须要透过降息的这个QE政策 来刺激市场的流动性 所以其实现在美联储 他同样都是维持在一个比较属于升息好像也不太对 降息感觉也怪怪的这种进退两难的一个格局当中 所以其实在FED的这个鲍威尔 这个主席鲍威尔他还提到 在上一次的国会听证当中 其实特别顶到 到目前为止 FED仍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等待观察 现在美国股市所有的经济数据 才有办法在接下来的利率决策当中 做出正确的判断 也就是说现在联储 会针对于美国的当前的经济发展 目前为止是比较持中性的一个态度 那么我们知道过去在美国股市 从这个平安业开始 这个起涨以来 其实他所反映的就是市场的这个流动性的一个宽松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 美国股市的这个流动性危机当中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各位不要忘记 大家都只看到FED的利率决策 但都忘记了一件事情 其实现在美国的FED 还是持续在缩表进行试当中 到目前为止 二月结束之后 其实美联储的整个资产负债表 已经正式的降低来到了四兆以下 四兆美元以下的一个水准 那也就是说过去在一二月份 持续每个月五百亿美元的一个幅度 再持续的减持整个资产负债表当中 所以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当中 其实美元的过去的强势 其实反映的就是说 这个资金的流动性当然是比较偏紧缩的 所以其实看起来这个流动性危机 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那么这个流动性危机 除了在美元的这个稀缺之外 其实在美国股市的交易当中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买盘的部分 每一次在推升的股市上涨过程当中 我们都会有一个所谓的五党章的 这个买盘的一个推升 这个买盘的力道 在过去这一阵子的反弹当中 其实是持续的下滑 而在卖盘当中是持续的增加 虽然说过去的美国股市 它是持续的反弹 但是未来一旦碰到 所谓的比较大的一个危机的时候 流动性的一个危机 将会造成价格出现真空带 也就是说一买一卖之间 它没有办法透过市场的交易 卖到它想要卖的价格的时候 它就会往下调低它的目标价 那这个时候就会形成一个 所谓的跳空缺口 这个就是所谓的流动性危机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过去美国股市的12月份 大幅度崩跌的过程当中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 都出现了这样子的 所谓的跳空危机 甚至在指数上面 不管是在城市交易的这个驻跌 或者是在ETF被动基金的调节之下 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未来在美国股市的 一个发展上面 要特别留意 那我们还是回过头来 看一下美国股市的一个指数 在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 这根大量 大家应该会很开心 对不对 可是刚好这个画面 给大家做个对照 低档出量吸纳筹码 高档爆量叫做出货 各位上个礼拜五 其实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交易 它叫做四污日 也就是所有的 美国的衍生性金融商品市场 同时做结算的一个时间点 所以它出现了一个爆大量的情况 其实在这边 做了一个筹码的换手 在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上涨的过程当中 它竟然只是微幅度的 站上月线的一个支撑而已 所以其实它在反弹的力道上面 其实相对比较弱势 那么另外我们再看到 科技类股指数当中 特别留意一个重点 在纳斯达克指数的部分 其实虽然说它是持续创下 波段的高点 但是其实这推升的过程里面 都是仰赖于所谓的 尖牙类股的带动 其实在相关比较属于 这个比较小型股的部分 表现都没有像尖牙类股反弹的 气势这么来的强劲 所以其实在科技类股的部分 也开始出现了一些 指数失真的一个情况 另外在废半指数的部分 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们过去在这一段时间当中 特别提醒大家 废半指数是美国股市的领涨指标 那在后面的这一段 反弹行情当中 其实废半是没有领先过高的 一个现象 所以它是昨天 在上个礼拜五的交易日当中 被迫拉上去过高的 所以当它失去了 领先的惯性跟地位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代表着 波段的行情已经反弹 来到高点 那么甚至我们可以从 结构图当中来进行掌握 在结构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在比较大型的全职股 你看包括亚马逊 包括苹果都是持续的反弹 甚至在微软 也都反弹超过了1.5个 将近一个百分点以上 那只是说在脸书 它的一个利空消息的影响当中 有所抵消 因为脸书它传出说 在这个恐怖攻击之前 它还已经让这些相关的影片 去做转传 所以影响到它的股价下跌 但是其他的个股 包含像是在传统产业的这个区块 也都持续的反弹 另外在金融股的部分 我们比较担心的 也都出现了一个反弹 不过金融股的结构当中 我们特别留意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是在房地产相关的 这个REIT的表现上面 它是相对比较疲软 其实也反映出来 现在的美国的房地产市场 开始出现大幅度 价格崩落的一个危机 这个其实对照在整个 美国股市的经济基本面当中 其实都有一些危机存在的 所以其实在整个台北股市 要跟上美国股市的一个 指数表现的过程当中 大家特别留意 今天台北股市很有可能出现 开高走低的一个发展 甚至在这个礼拜 台子期结算过后 也很有可能在波段上面 出现台北股市的一个转折 这个要提醒大家 特别注意一下风险 好 所以在目前台北股市当中 看起来还是有它的风险性存在 尤其今天开盘之后来观察 不过台北股市当中 不只是美股跟我们牵动 很关系很重大 包括在陆股的部分也很重要 中美贸易战当中 陆股有受伤吗 但陆股现在来说 现阶段外资还蛮看好它的 帮大家来整理一下 外资现在认为 A股它依旧是有上涨空间的 也就是说它在短期内的表现 是还有机会在往上走的 那这机会当中 有没有机会带动到台北股市 跟着往上呢 尤其在美国在牵动到陆股当中 来看到在陆股 陆股现在被说出了 有161家所谓的独角兽 这些公司都有机会登科创办 尤其他们接下来的业绩 也有机会牵动到陆股表现 那刚才我已经特别提到了 说台北股市现在 其实在这礼拜 可能会有一些些 往下走弱的一些气息存在 那陆股现在有机会往上涨 这有没有机会 稍微也带动一些台北股市 有支撑的力道赞 好 其实台北股市 过去在盘中的表现 其实都有一些 跟陆股联动的一个 惯性存在 那往往在陆股盘中的表现 都会影响到 到底台北股市今天开高 有机会走高 还是会收低 这个都是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察重点 那当然从1月份开始 陆股从低点开始展开了一波 大概有20%左右的 一个反弹的幅度 那么这一波的反弹行情 在去年的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也帮大家 领先做个掌握 好 那现在到底A股 它有没有上涨的空间 前期踏空的投资朋友们 到底还要不要上 到底还要不要进场做布局 我个人建议在这边 还是稍微停探听 我们等一下用两张图卡 来跟大家做说明 那最重要我们先把 所有的A股 总结成为几个重点 第一个是 到目前为止 中国大陆的经济数据 是表现相对的比较疲弱 虽然过去在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人行 或者是在相关的政府机构 推出了所谓的政策托底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支撑性 不过它都没有办法有效地 刺激到他们的整个 总体经济面数据的一个回升 这是第一个比较重要观察的重点 那第二个是在信贷脉冲的数据 持续地创下低点 虽然说在这个信贷脉冲的整个指数上面 出现一些跌升反弹的一个状况 不过它还是维持在零轴以下 所谓的信贷脉冲 其实就是跟这个企业的经营成本有关 如果说今天的企业 它是看好未来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局势 它一定会去贷款 去融资 然后投资他们相关企业的未来 也就是说去做大量的资本支出 可是在信贷脉冲 持续在比较属于低档零轴以下的时候 其实代表企业对于未来的展望看法 还是相对比较保守 那第三个重点就在筹码面 其实在今年以来 这个中国大户的A股 它的大户跟主力的持仓 一直都不断的在做下滑 甚至都公布了很多的 所谓的大户减持计划 也创下了历年来的一个高点 那简单来讲就是主力 都在不断的这一波反弹行情当中 不断的在出托筹码 然后一般的投资朋友 在这边借得好开心 所以其实在筹码 开始出现松动的过程当中 也要提醒大家 入股的一个最高风险 另外最后一个 就是刚刚事分所提到 科创板 那在科创板挂牌的 这个相关的指数 要成立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会把它当成是 这个所谓的中国NASDAQ指数 那对它的期待非常非常的高 那么甚至在外资的评比的部分 也认为它是一个 中国股市的未来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刚开始 这些科创板要进行挂牌 这些相关的独角兽 要上市的时候 其实往往都是属于 波段上大户 主力金主出货的最好时间点 我们过去举个例子来讲 在台北股市当中 我们只要看到一些新股挂牌的IPO 要进行挂牌的时候 其实往往挂牌之后 不到一个月就会破发 为什么会破发 因为所有的主力大户 或甚至是过去被这个冻结期 所冰冻起来的这些主力筹码 在挂牌的同时都同时解禁 然后在这边去抛售一些筹码出来 所以造成筹码的一个转换跟变化 所以其实在入股的部分 我们反倒是要提醒大家 在这边算是高档震荡 然后也看到有成交量 不过最近在过去一个礼拜当中 成交量已经没有办法 再创下波段的高点 所以已经开始慢慢的出现 有退潮的一个现象 在入股的观察部分 我们用两张图卡 来跟大家做解释 第一个这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中国大陆的基本经济的一个数据 这个叫做中国大陆的经济指数 它就是相关的 整个中国大陆总体经济数据的 一个总和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一下 其实在整个经济指数的部分 还是红色 应该很好判断 绿色是好 红色是坏 那就目前看起来 它还是比较属于偏坏的一个情况 那即便呢 它的这个柱状体 在短线上面有些收敛 但它还是属于在历史上 比较糟糕的格局当中 所以它并没有出现 因为流动性的刺激 而出现总体经济数据 改变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大陆的基本面 还是相对比较差 另外我们再来看到 这个也是筹码面流动性的问题 这个就是我们过去 所看到的 在中国大陆 所推出的这个MLF 在未来的一个季度当中 它所需要到期的一个金额 它到期的金额 现在外资预估大概有1.7兆这么多 1.7兆人民币这么多 也就是说这些钱会从市场上 自然到期之后就消失 那为什么在过去 人行要不断地透过降准 然后释放资金 原因就是为了要冲销 这个所谓到期的MLF的资金的一个 流动性的一个紧缩的困难 可是在接下来陆陆续续 大概会还会再有1.7兆人民币的 一个数据要进行到期 所以在整个人行过去的态度 最近已经表达 不会再去扩大 所谓释放的流动性的过程当中 需要特别留意 当这些MLF不断地到期的时候 会造成市场上资金紧缩的效应 而资金一旦紧缩 当然对于股市来说 流动性就会产生一些危机 所以对于A股的一个表现来讲 都会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那这一波的资金反弹 到上个礼拜为止 应该是已经画下了据点 只是说什么时候 要开始进行回档的问题而已 所以还是提醒大家 陆股虽然长线还是看好 但是就目前短线来说 还是有回探低点的一个风险 提醒大家不要在这边做最高了 好 所以在陆股的部分 目前来上短线上看来 是有点危险的 那反推到台北股市当中呢 韦杰哥我们快速掌握一下 有人说这个礼拜台股 有机会挑战年限 因为台北股市现在有三多的 这个利多在上头 但有机会吗 我想挑战年限已经蛮近的 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 已经很近了 还挑战年限 但是碰到就有机会往下了 基本上年限挑战 应该已经过了 你看上个礼拜我已经过去了 对不对 那现在目标是怎么样 要能够站得稳年限 然后让年限开始走平翻扬 才进入正式的 回到牛市的行情当中 所以其实站上年限 不代表说台北股市在这边 就真的转为为安 而且在接下来的格局当中 面临到报税的旺季 股东会 或者是一些除全息的压力 其实慢慢的对于整个 台北股市的一个筹码面来说 都会有一些松动的疑虑 外资已经在这边连续三个月 做多台北股市的台子期 还有可能继续做多下去吗 所以从三月份 外资的一个买超动能 持续的减弱来看 我们认为在三月份 很有可能在台北股市的指数 表现空间上面 或是会受到一些压抑的 我认为在三月份